刚刚走马上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今天首次率领局处首长到议会 向议员正式介绍 但是包含了副市长林奕华 还有研考会主委等人没有到位 遭到民进党议员炮轰 慎选者的傲慢 而自称是讲师的王世坚 则是送上了顾总统蒋中正的照片 给蒋万安当就职跟生日贺礼 希望借此提醒他没有犯错的空间 只是昔日的死对头柯文哲已经卸任了 王世坚也坦言 今天没有在市议会看到柯P 蛮不习惯的 要把你曾祖父的预兆送给你 蒋万事长第一个上班日来到议会 王世坚就送上蒋中正的照片等就职 以及他的生日礼物 你没有犯错的空间 用枪炮当上的 都被我们台湾社会割舍掉了 更何况是用选票的 即使换了市长王世坚人不忘送礼习惯 蒋安也笑着请幕僚收下 讲师第一堂课开张 效果十足 你没有想到他送我这个吗 小心小心 其实我好多堂都已经想好了 分次送吧 因为他总是慢慢的吸收 但是多年死对头 可批人不在 让昔日柯黑大将 有点怅然若失 没看到柯文哲 我就蛮不习惯的 就会想骂他几句 没有柯文哲的王世坚 第一天是有点茫茫然 蒋万也首都向议员正式介绍局处首长 再次强调府会和谐的重要性 市府将全力配合议会的监督 携手合作 只不过副市长严考会主委 卫生局长体育局长等人都还没到位 林依华甚至要等到二月才请辞立会 议员们当然趁机开轰 你完全没有准备好 这难道是胜选之后的傲慢吗 市政接轨 会不会来变成市政脱轨 联手给新市长萨马威 讲完议会处女秀 已经感受到熔熔炮火神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